百年时尚新千年翡翠琴 买A货翡翠将微信 11776270 计赏期内免费退换 让您花最少的钱带最好的翡翠 1970年10月5日下午 西安南郊和家村的一处建筑工地上 沉睡了一千多年的唐朝古屋重建天日 据悉这很可能是唐德宗建中四年 金元兵变爆发后 由尚书租庸史刘正买下的 河家村共出土了一千余件珍贵文物 有各类金银器皿 玛瑙器 琉璃器 水晶器等 还包括一件备受关注的葡萄花鸟纹银香囊 这些文物被紧急送往陕西省博物馆 并被命名为河家村仪宝 之后考古专家在一个刘青鹦鹉提量银罐里 发现了大量积水和水面上飘着的金箔 专家将金箔取出后两杆 等到它不再滴水后测量了它的重量 当时的重量刚好为11斤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 随着时间的流逝 金箔的重量居然在不断减少 1971年元旦 金箔的重量变为8.78斤 到了1971年4月 这金箔就只剩8.17斤了 那么在博物馆存放了半年的金箔 为何就少了三斤呢 为了弄金事情的真相 陕西省委宣传部联合西北大学物理专家 和化学专家对金箔做了实验 专家们将金箔重新浸入水中 三天后将其取出 晾干至不滴水后进行称重 发现它的重量又变成了11斤 据此专家得出结论 金箔中的水分虽然表面看起来晾干了 但其实并没有完全消失 最初称重的时候 带水的金箔重11斤 不过在之后的半年时间里 金箔中的水分逐渐蒸发 重量也就自然而然的减轻了 2003年的一天 河南黄河边一位钓鱼老汉 正打算收钢回家 但鱼竿拉起来 竟拉出一只背上插着四只剑的铁王棒 拿给专家看看 专家感叹说这是无价之暴 那这铁王棒到底有何来临 专家感叹说是无价之暴